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中医讲秋季要护肺 西医说秋天要预防呼吸道疾病 中医和西医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 但是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一致的 它们都认识到肺是人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 不仅负责呼吸 还管理着许多生命的基本功能 比如说体液的调节 血液的循环 甚至我们的大脑和精神健康 中医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整体的视角 解释肺是怎么样影响身体各个方面的 而现在的科学发现 正在以非常有意思的方式 验证着这些所谓古老的智慧 今天我们就探讨肺功能在中医理论中的解释 以及和现代科学发现的联系 尤其是肺对大脑健康和情绪的影响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节目 能够了解到护肺的重要性 中医认为肺主气 撕呼吸 气它是代表我们生命的能量 肺负负责呼吸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 或者叫吸入氢气排出浊气 保持体内的血氧的平衡 那么现代科学来看 肺在氧气交换当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把氧气输送到血液 进而输送到大脑和其他的器官 缺氧就会导致老物 认知功能下降 疲劳等等 这与中医中 气虚导致的乏力现象是相对应的 现在科学发现 缺氧和认知功能下降密切相关 说明肺功能对保持大脑的清晰和健康非常重要 中医讲肺通调水道 意思是说肺主导体内的水液的运行 帮助防止水分滞留 确保体液代谢的通畅 那么现代科学怎么说呢 肺是通过呼吸排出水蒸气 参与体液平衡的调节 现在研究还发现 肺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对大脑功能有直接的影响 特别是在血压调节和预防中风方面 肺功能的受损会导致血压失调 影响血流量和大脑的健康 中医还有个理论叫做肺主皮毛 也就是说 它是负责皮肤和毛发的健康 同时肺也是通过皮肤来管理身体的防御功能 皮肤被视为我们抵御外界病邪的第一道防线 现在的免疫学证实 肺通过分泌表面活性蛋白 SPA和SPD调节免疫反应 这些蛋白不仅保护肺部免受感染 而对全身的免疫活动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肺和大脑的免疫系统联系 所谓的肺脑轴 大家听过肠脑轴 肺脑也有轴 说明肺的健康与神经炎症和多发性硬化 这些神经系统疾病都有相关性 中医还有个理论叫做肺藏破 在中医理论上 每一个器官里面都住着一个神 肺的这个神就叫做破 它实际上是管理人体的形神 代表我们的本能反应 情感反应 破跟呼吸它本身就是相关的 它掌管我们和身体的联系 肺气充足的时候 情绪就平衡 肺气虚弱的时候 情绪就容易失调 忧伤悲伤和焦虑 现代科学也证明了肺功能 跟我们情绪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 心理学研究发现 慢性肺部疾病像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 常常会让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增加 这些情绪问题 可能会跟大脑的氧气供应减少 影响到大脑调节情绪的能力 此外呢 肺还会产生一种叫肾上腺水脂素 它能够调节应急反应 减少身体和情绪的压力 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呼吸上的练习 比如说俯视呼吸 可以刺激迷走神经 直接就影响到大脑 帮助我们缓解焦虑 这跟中医强调通过养肺来改善我们体魄和情绪呢 是一脉相成的 中医还有一个说法比较不容易懂 叫做肺潮百脉 肺嘛大家知道 百脉嘛就是所有的血脉经脉 那潮呢 实际上就是管理的意思 皇帝上朝 那就是管理的意思 所以呢 它是管理整个的经脉和气血的运行 那现在医学怎么看呢 那当然肺它对全身的氧气的循环 起着关键的作用 是吧 那也就影响了大脑的功能 同时呢 脑功能如果不加 也会造成低氧 会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 和记忆力的衰退 肺呢 它还调节一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这就跟血管有关系了 它对血压呢 和老血流量呢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就显示出啊 我们的肺功能 对保持大脑和全身的 系统的健康都有关系 因为它通过经脉走气的 血脉 那就是行血的 所以呢 他们就通过这个 对血管的调节 影响到全身 所以呢 大家看到了 中医对肺的理解啊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视角 它不光是限于呼吸啊 肺呢 可以调节体液平衡 免疫反应 情绪健康 和大脑的健康 现代科学呢 在不断地验证 这些古老的概念 展示了肺部的健康呢 和整体健康的密切关系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 高见和体验呢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